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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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好 就是也感謝嘉賢跟世榮兩位老師的介紹 我其實他們說我 我是袁林 楊袁林 那他們說我身份非常多重多元 講起來好像很好聽 但嚴格說起來 其實我就是一個午夜遊民你知道 就是這裡做一點 那裡做一點 那就是因為沒有辦法 自己的個性沒有辦法定於一 然後再來一個也是 就是在電影的世界裡面 其實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 然後我又是一個貪心的人 所以就是電影拍拍 製片拍當一當 然後更有趣的是在影展裡面 我比較多的時候就是在做影展的 規劃跟策劃 然後大家可能比較知道的是 台北文學樂影展 然後我大概已經從2016年到現在 擔任策展 那也是因為就是對於電影非常的熟悉 然後我自己今天接到這個主題 能夠來講成長小說青春電光 那我自己的感覺 因為畢竟文學還是小宮老師的主要強項 那我自己在心裡面偷偷分類的時候 今天的兩個 這個算是一個大的主題 但我自己今天想的是 我負責的是青春電光的部分 因為有電這個字 那我想同學們 事前都已經看到了 就是我們這一次的三個指定的文本 那我自己是覺得 其實這三個文本為基礎 延伸跟發展出去有非常多 跟我們大家 不管你是年輕的朋友 還是稍微有點年紀的 這個主題一直 成長跟青春這個主題 一直是各類的文本中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除了小說之外 其實更不要講 其實台灣從台灣新電影以來 非常多的影片都是以成長 來為主要的故事 像侯孝賢導演的幾部重要的電影 什麼這個童年往事啦 戀戀風塵啦 或者是風貴來的人啦 其實每一部談的都是成長 然後更不要講 其實像是 楊德昌導演的一整個 大家認為史詩的 《孤頂街少年世界》 或他最後得獎的這個意義 也都是骨子裡都是成長 所以嚴格說起來 我自己認為每一個導演 一生如果就是只拍一部電影 其實拍的都是他自己的成長故事 他可能是幼年的記憶 怎麼樣的去做自己內心 或個人生命的一種轉換 那也或者是他成長到了一定能不能 所以就再回望 其實那個童年是怎麼樣成長到此刻的他的 那我想我簡單的做一個開場 其實是希望今天我們其實以這三個文本 是希望帶給大家三種不同的成長 或者是發展的一個人生的樣貌 那呼應到今天白鮮勇老師的這個講座 我自己是從小 從我看白鮮勇老師的書還蠻早的 其實因為我偷看我媽的書 所以我大概國中一年級吧 就偷看《孽子》這本書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 怎麼有人可以把 就是那應該對我來說是 就是BL小說的爛傷 在那個年代就已經是了 那玉清嫂更不要說 所以我覺得呼應到今天的主題 希望能夠帶給大家很豐富的 關於從小說的文本到影像的發展 各方面的一些題目跟感想 謝謝袁林老師非常精采的開場 那我今天也特別感謝佳賢跟羅老師的邀請 然後我也有幸跟一直非常欣賞的這個策展人 這個袁林老師是同場 那我其實比較期待聽到他對現影的一個分析 那所以我本人呢 我是台灣師大國文系史曉峰 那所以我還是就是負責這個文本 比較平面的小說文本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會選擇一清掃 剛才袁林有提到他的閱讀經驗 其實我閱讀白鮮勇老師的作品 也是在國中英年級的時候 那是從我老師的那個書架上面 非常莫名的就拿下來 台北人這本書 然後跟這本書同時拿下來的 還有另外一本 歐陽子寫的那個王謝堂前的燕子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是一篇小說 跟一篇歐陽子 因為他那個是評論集 就是針對台北人這本書就評論 一篇小說一篇評論看 看完之後眼界大開 就覺得啊 小說怎麼可以寫得這麼好 然後原來小說有這樣子的分析方式 他沒有開啟另外一種 文本詮釋的一個新的世界 所以我這麼多年來 其實也都是在做文本詮釋的工作 那今天當然我們兩個先選 這個裕青嫂有像這個講座致意的意思 好 那那個我就直接開始了 那我們今天的三個文本 還有一部電影 《裕青嫂》這個文本呢 我是重點是要談他的愛慾跟成長的主題 好 那白熊老師這個就很快的run過去 大家應該都很熟悉了他的父母親 然後我想要談的一點就是 白熊老師他在童年的時候 七到十一歲之間呢 他曾經就是生病了 然後就得過這個童子老啊 那生病的話 他就被家人帶到那個上海的一個公館裡面去養病 那養病的話呢 據他自己的一個字數就是 那個時候因為他生的這個是老病 然後大家都很怕被他傳染 避之唯恐不及 他一個人關在房間裡面 可是每一個家裡面有儲子啊 用人啊或者是那個雏羊啊 他們全部經過他窗口的時候 都在貓的身體走過去 很怕被小少爺叫住了 因為小少爺很寂寞 所以他那幾年的一個生命經驗對他來講 他的影響很 對他的生命經驗影響很大 他覺得說 有時候那個家裡在花園裡面開的宴會 可是他沒有辦法去參加 他覺得所有的熱鬧都來不及參與 對一個小孩子來講是很殘酷的 所以他說他有一種被世人所遺忘的 這樣子一種悲憤 一種孤憤 那這樣子的一種成長經驗 讓他在長大之後 他特別能夠對小孩子 有一個同情的理解 所以白熊其實寫了非常多 非常多的成長小說 那我們今天的這篇《玉青嫂》呢 他那個容歌裡面那個主角 他其實是有白熊老師 是他個人童年時候的一個影子 我們可以看到白熊老師 他在第一篇他發表的 他第一次發表的小說 就大學時代 在那個文學雜誌下 現在的文學雜誌上發表的是 第一篇小說叫《金大奶奶》 然後那個也是寫一個龐大的家族 這個家族裡面呢 有一個庸人是順少 然後也是用一個小孩子的一個眼睛 去看這個家族發生的事情 那個小兒子就叫容歌 所以容歌不是率先在 不是第一次在《玉青嫂》裡面出現的 其實在《金大奶奶》 這篇小說裡面都出現過 然後呢接下來就是《玉青嫂》 裡面也有這個同樣的名字 小少爺容歌 那你在這兩篇小說裡面 都可以看得出來呢 這個小孩子他就是很焦重 有一點蠻橫 有一點倔強 所以其實我覺得 那應該有一點點的一個原型存在 就是老師的小童年的一個原型存在 然後他會去票戲嘛 對不對 那白先生老師其實從小就沒去看戲 那關於今天這篇小說的主角《玉青嫂》 其實也是有他的一個原型人物存在 因為白先生老師他們有十個兄弟姐妹 什麼智仁勇嘛 先智先仁先勇 智仁勇啊 還有各種 各種那個道德性的一個詞彙 那他說呢 這個有一年呢 他們這個智姐 就是白先智 從國外回來的時候 聚會 兄弟姐妹在一起聚會 那就提到說 小時候智姐有一個幫 有一個專門跟著智姐的奶媽呢 然後就說那個奶媽呢 喜歡戴 就是她喜歡戴著白耳環 後來那個奶媽就出去跟乾弟弟同居了 那白先生聽到這些童年往事的時候 可能她那個時候年紀還小 那聽姐姐們在講這些事情的時候呢 這個奶媽的形象就伸直到她的心裡面去 她就說 哎呀 我就想說 帶這個白耳環環女人愛寫人來 一定死去活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她有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那白先生老師有提過 就是說我們在寫小說的時候 可能有人會先設定一個主題 可能有人是 有一段情節故事情節的發展 那她覺得很有意思 她想要寫小說 可是老師不一樣 老師是 腦海裡面要先有一個人物的形象 她就會去構造出整篇小說 所以玉清嫂這個角色其實是從哪一個形象來 從那一對白耳環來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在玉清嫂這篇小說裡面 白耳環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意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榮多爾第一眼看到玉清嫂的時候 她就描寫她這個很大的白耳環 然後到最後小說自己的最後就是這樣驚悚的那一幕 兩個人就是橫實的那一幕 其實她也是在寫她的白耳環境在那個雪光裡面 所以其實這個還是有一個原型人物在 那再來的話呢 我想要再談的就是 玉清嫂這篇小說的一個敘事觀點 因為我們知道小說裡面有情節有人物 然後你要尋找一個合適的敘事觀點 那這篇小說為什麼要用榮戈爾 這樣一個小孩的一個觀點來看 那以這個觀點這個角度去敘事會不會太簡單 如果我們看了很多白耳環的小說的話 你就會發現老師她當然是有非常複雜 她也運用非常複雜的意識流的一個手法去呈現 就是人物的一種眼中所見的世界 她不是只會這種傳統的簡單的直序的手法 但是在玉清嫂這篇小說 比較早期的這篇小說裡面 她用了這種傳統的直序手法 那這個手法呢其實也引發過很多的討論 比方像歐陽子跟葉維廉呢 她就會覺得說 玉清嫂這篇小說其實整體讀起來啊 她是有一點太鬆散了 然後呢她覺得這個小說家 藉由孩子或者其他人講的話太多了 所以呢有一點控制不了 那白熊自己評價她自己的哨作 也覺得她這一篇呢 情感太漏 形式不夠完整 但是我覺得像自清老師有看出 這篇小說的一個特殊點 因為她既然選擇了一個小孩子的視角 小孩子看世界本來就是非常鬆散 注意力不太集中 所以她可能會東拉西扯 所以這其實有一點就是 彌補了她結構上面的一個缺陷 或者說結構上本來就應該用這種方式來運作 所以我們經常這篇小說 我大概就是提出幾個點嘛 包括剛才談到原型的部分 那再來是談到這個敘事 敘事的一個視角 然後從這個敘事的視角 我們就可以來看 從這樣子一個小孩子的角度去看 看世界 以及我們來小說裡面看這個小孩子 所以我看到這裡面的這個小孩子 呈現出來的玉清 就是呈現出來榮戈的小孩子的形象是什麼 就是她有那種世家小少爺的氣派 她會帶著慶生去看戲 看戲的時候還會這樣 非常故作老成的跟那個戲院老闆 就是拿錢給她 或者說什麼給我們一點好的位子啊 可是同時呢 她又有一個小孩子非常調皮的那一面 比方她會聽到那個其他的胖子 胖子大娘在講那個玉清嫂的壞話 她就把她的衣服扯下來 亂踩一通 就是一個又有一點同志 然後又有一點點事故 這樣子的一個小孩子 那當然是因為有她自己特殊的一個 一個家世背景跟成長經驗 那這個會去影響到 她怎麼去看玉清嫂這個人 以及最後玉清嫂跟慶生之間的悲劇 她最後的一個走向 好 那另外呢 用這個小孩子的眼光來看 來敘事的話 你就會發現小孩子的眼睛相對來講 因為她還是有比較同志單純的那一面 所以她的眼睛看出去 是比較純淨的一個態度 比較不設到的批判的 各位還記得玉清嫂這篇小說裡面 玉清嫂一到她們家裡面 所有的庸人都在那邊開始竊竊死予了 這個女人長得太漂亮了 她一定會遭而過世的 可是 可是龍哥不是 她就是看到她覺得一個很近伴 就是一個很好看的一個女人 她很喜歡 所以藉由這樣子的眼光 我們比較能夠去看到玉清嫂這個人 比較能夠對玉清嫂這個人有立體的認識 比較大人們看到 成人們看到就是她長得很漂亮 那可能會遭來過世 可是小孩子在這之外 她偷偷 而且藉由這樣子一種虧視的一個過程 她去看到玉清嫂對待慶生 是非常體貼 非常痴心的 然後她也會去在玉清嫂 就是有巧遂沒有描寫到一段就是 過年的時候她自己打扮得很漂亮 然後對著鏡子 然後在那邊沉思 那這個場景大概也只有龍哥 才可能五一鐘闖見去看到 那其實這場景就暗示了 玉清嫂年紀慢慢大了 她也有一種年歲之傷 尤其她喜歡的又是 又是一個比她還年輕的後生小輩 就是結弟戀 所以其實這個從龍哥 為什麼小說要選這樣子的一個敘事者 然後用一個小孩的眼光去看玉清嫂 她其實是有一個多重的考量的 那看到人前人後 看到不一樣的玉清嫂的一個形象 好 那再來呢 我還要談的一個問題啊 就是小說裡面呈現出來的 關於惡這樣的一個概念的考論 這個大人們的那種壞心眼 小說裡面看得很清楚 對 他們要嘛就是 女人就是嫉妒玉清嫂 男人就是對玉清嫂有一種肉體上面的 一種欲望或想要冒犯她 那小孩子呢 在成長小說裡面 其實會去談到 常會談到一點是 孩童之餓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其實張愛玲以前寫過一篇散文啊 她就提到說 小孩子其實並不像 我們想像中那麼純潔 她就覺得她自己 小時候常常想要養個頭呢 想要講一句那種很可怕的話 把所有蛋都嚇一跳 就小孩子有很多的壞心眼 那這裡面呢 比方 當儒哥帶慶生去看戲這件事情 她是整個事件的導火線 那她為什麼帶慶生去看戲 也許純粹只是喜歡慶生 但是問題來了 就是看戲了之後 她促成慶生跟那個 女孩子叫什麼 金燕碑啊 的一個相識 那相識不打緊 她看到他們兩個在一起 又把玉清嫂拉去看 所以這些其實都是 就是無意或有意 其實你在這篇小說裡面 看不出來小孩子 他是無意還是有意的 但是不管是無意或有意 他就造成了一種 孩童之惡 這樣一種邪惡的純真 這樣子一種 一種 一種 情緒的一種討論 就是說如果我們把 這篇小說當作是一篇成長小說的話 我想要提出來的一個問題 兩個問題就是 在這篇成長小說裡面 就是藉由一個小孩子的觀點 去看到玉清嫂跟慶生之間的一段 姐弟戀 那從這段情感關係裡面 她要 她要闡釋的 或者她要暗示的這種情感關係 關於愛的一個討論是什麼 那小孩子 榮哥能不能藉由 這樣的一種愛的一種對待 去得到成長呢 不知道各位如果把它 放在成長小說的脈絡裡面 有沒有去思考過這樣的問題 就是 他們之間 這一對成人之間 到底是怎麼樣的愛情 或者她反應的愛情當中 是什麼面向 你會發現其實玉清嫂 跟慶生對愛的一個 需求跟理解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還有她表現出來的樣態也不一樣 也就是說玉清嫂 她對慶生是一個全面性的 戰友式的 甚至是侵略性的愛 所以那個評論者其實已經談過了 各位會注意到白炫老師 在描寫兩個人之間的 那個性愛關係的時候 或是相處常見的時候 她用了很多非常重的形容詞 像她去咬慶生 她去撕扯慶生的衣服 或者她去摳啊 去掏啊 去慶啊 去慶啊 等等等等 那個都是非常侵入性 侵略性的一種形容詞 玉清嫂有點像是母親 這樣子的一種 全面性的 戰友式的愛去對慶生 但慶生要的是什麼 慶生對愛情的理解 不是這樣 因為她很年輕 那為什麼把她場景 設計在一個 舞台上面 她去認識了 這樣子一個花旦 金燕妃呢 因為舞台 跟這個金燕妃 這角色 代表其實都是 自由浪漫的一個象徵 所以慶生要的其實是一種 青春的自由的浪漫的愛 不是那樣子一種 被照顧的 被佔有的 這樣子的愛 從這裡其實我們 就是岔出去談啦 其實你就會發現 男女關係裡面 不管是過去或現在 你會發現 每一個人對愛的理解不一樣 然後情人之間呢 他們對愛的那個 這種理解甚至是無法溝通的 無法協調的 就是每一個人需要的東西不一樣 小說裡面可能大概也會呈現出這個部分 那可是為什麼要讓榮哥去感受 其實對一個五六七八歲的小孩子來講 這東西其實還太難了嘛 可是成長小說裡面 他其實有一個基本的一種套路 就是你要成長 首先呢 必須要先離開家庭 所以在這篇小說裡面 對榮哥來講 他有沒有離開家庭 他無意間走出了他們後院那個禮巴 跟著玉清嫂到那個暗巷裡面 他其實經歷了一場 形式上面的一種離家 就是未離家 那離家之後呢 他目睹了什麼 他看到了慶生跟玉清嫂之間 那樣子一種對愛情的那種糾纏 那種糾葛 那種侵略性的那樣子的樣態 除了這個之外 他最後還看到了死亡的那個場景 所以你知道 性愛跟死亡 這兩件事情 對一個小孩子來講都太重了 也就是說他非常早就承受了 這樣子的一種試戀 離開家裡 在家門之外看到了這樣子的一種試戀 那經過了這種試戀之後 榮哥有沒有成長 如果我們從這篇小說來看的話 他其實有暗示了一點點 就是榮哥雖然是一個小孩子 但是他同時也是一個世故的小少爺 對不對 然後他帶著唐道運 他成長小說裡面通常都會有一個對照組 這個小說裡面對照組就是他的同伴那個唐道運 他帶著他一起去看那個金燕妃跟慶生在一起的時候 他好像懂了一點什麼 可是唐道運就把他嘴巴當個大大的 很常說他覺得他樣子傻傻的 其實這裡面就談到說 榮哥其實跟同齡的小孩子來相比 他其實是有一點點的不一樣了 可是這一點點的不一樣呢 他其實是沒有辦法支撐住 他接受這樣子的試戀的 因為他身心的成熟度還不夠 所以小說到最後安排的一個結果是什麼 他摸取了一場死亡的一個儀式之後 回家就是發高燒一個多月了 所以其實我們如果在成長小兒子說的角度 去解析這篇小說的話 你只能說他是一個不完全的成長 或者說他曾經短暫的無意的離家 可是他最後還是要回到家庭裡面來 接受家庭裡面的庇護跟照顧 所以我說他算是一篇不完全的成長小說 不完全不代表不好啦 因為他就是一個如實的 對這樣子一個榮哥一種同眠生活的一種再現 那其實這個也不是對小孩子有意而已 對所有的人都有意 對於官員之長這樣一場性愛跟死亡一事的目睹 我其實也是很小的時候就看 就是《玉清嫂》這一篇小說 那我自己 然後還有一個經驗想跟大家分享的 其實是《玉清嫂》這部電影 那這部電影其實是 張毅導演然後楊慧珊來主演的 那他在1986年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這部片 雖然他是古裝的 就是他不是現代寫實的電影 但是其實他也被罵禁在台灣新電影的討論之中 那最主要的原因也是 他裡面對於《玉清嫂》 應該說對於《玉清嫂》 《玉清嫂》 《玉清嫂》 就是這一段人物這一段情感關係 如何用影像的還原或影像的寫實 去把那個時代在電影中重現 那這件事情其實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相較於我們熟悉的台灣新電影的其他導演 就大家知道侯孝賢啊 萬人啊我們等會會再談到的 梁德昌啊 其實張毅導演一直相對於其他人 他是更為的比較所謂 在戲劇的既有的結構跟架構裡面 所以他很多片其實都是根據 所謂文本的小說改編而成的 那因為是文本小說改編而成 所以他的電影裡面 相較於其他新電影的導演 他也就會有更清楚的 人物塑造跟劇情結構的安排 他就比較不會像 戀戀戀風城或者是風貴來的人 就是一個少年或者是一群少年的浪盪不羈的午後 然後經歷了一些事情 最後好像也沒發生什麼 然後電影就結束了 或者童年往事其實是一個人的 永安順眼的這個角色的童年生活 他發生了一些事情 但最後其實也沒有像譬如說 《玉清嫂》這樣 他有一個通常在傳統戲劇或傳統電影裡面 比較明顯的起承轉合或高潮跌起 來作為影像的主要敘事 那我想最主要原因也是 張毅導演他其實比較多都是根據文本改編的 那他自己老婆的這個 我這樣過了一生 騙人雖然是我這樣過了一生 但是對於這個過了一生的女子 他的生命的高潮起伏 然後最後怎麼樣的衝擊這些東西 也都是比較在這個所謂傳統的電影敘事的架構裡面 那在這樣的角度下來看 《玉清嫂》這部電影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我們看的其實不是 我們看的其實不是 他這裡面有著什麼樣的台灣性電的元素 而是其實這部電影帶我們回到了 或者說把《玉清嫂》這一篇文字影像化了 那他的影像化就像剛剛小宮老師說的 其實評論家或白宣王老師自己就已經說了 這一篇小說其實有部分是比較鬆散的 那小說的文本他其實本來也是跟著 《龍歌兒》的角度來進行的 所以有很多的所謂判看虧視 甚至是這個虧視不僅僅指於龍歌兒對 像我記得小說裡面 《龍歌兒》對《玉清嫂》的耳墜、耳環 非常的有一種煉悟癖的感覺 然後甚至是他的描寫都讓我會覺得 那個文字就讓我覺得 女人的耳垂如果這麼圓潤 圓潤竟然可以吸引到人 這件事好幸福啊 可惜我沒有一個圓潤的耳垂這樣 然後看了那裡我就想 沒有圓潤的耳垂 要去買一個白玉墜子的耳環 好像可以讓耳垂更怎麼樣完滿一點 然後甚至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是慶生他的 他在描述的時候 龍歌兒第一次見到的是 慶生他嘴上的那個軟軟的虛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我覺得喔 白玉清老師 對我來講最厲害的是 為什麼把那個虛毛這樣子 簡單的幾個字的描述 就可以讓我感覺到 這個男子其實是有一點 螢落跟陰柔的美你知道 就是說男人的這裡 其實不是剛硬的胡鬚 而是軟軟的 好像隨便一陣輕風吹 然後那個軟毛就可以吹吹吹 就是這個這種柔軟的 然後如若蜂扶柳一般的 這樣子的一個性格跟人物 在短短的這個字裡面 就呈現出來了 那我覺得最棒的地方也是 就是張藝導演其實相較於小說本身 他其實花了很多很多的篇幅跟細節 在人物跟物件的拍攝跟呈現上 那我覺得今天比較可惜的是喔 因為這部片其實真的年代非常久遠喔 然後後來又沒有很好的保存 那我在網路上 然後或者是朋友今天詢問喔 其實並沒有很好的版本 就沒辦法找給大家看喔 那我有找到一些的很模糊的片段 我在想說方便的耍我們來試看一下喔 那那個模糊的版本喔 當然是因為底片的泛黃喔 真的是非常模糊 對不起 哈哈哈哈 這裡是龍哥在放風箏 然後這個模糊的人 就是玉清嫂在後面追 那同時因為這一場交遊 是清生跟著他們一起去的 所以這場迷霧其實是 就是少爺跟清生已經玩到不到走到哪裡去了 然後玉清嫂在後面追著 那這延續下來的戲就是 你聽到就是說 剛剛老師也有講 就是施老師也有講的 家裡面的人其實對玉清嫂 有一些些就是人美麗啊 就是有一些會比較有這種 洋水信洋化的一種揣測 喊過你越來越胖 胖 我就是胖的醬姑 也是清清白白正正當當的 哼 什麼 你酸誰啊 酸誰 我能酸誰啊 嗯 我是說 這個年頭一個寡盒子 三天兩天的鬼鬼祟祟 匆匆摸摸的沒人說 我怕他滿成罪了 嘿嘿 我知道你說誰了 好 我們看到這邊謝謝 基本上 張毅導演是沒有偏離 完整的其實是跟著小說的情境走的 結構啊 劇情啊 敘事都是完全的跟 終於援助的 但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你可以發現就是 如果尤其是你們已經讀過小說 再去看影像的話 你會發現他把很多氣氛跟場景跟時代加進去了 也就是說旁人或家裡面的人的閒言碎語 在他裡面會變得很正式的一兩場戲 或者是 楊慧山演的這個裕青嫂她怎麼樣的 其實她對於慶生是有一種極大的掌握欲跟掌控欲 然後榮哥爾相對來講其實是她的小主子 所以雖然是小孩 但是是 位階級是高於她的 那慶生雖然是一個成年男子 但是她因為是靠著玉親嫂來供養的 所以她的階級嚴格說起來 是低於這個玉親嫂這個 這個只是個奶媽的角色 只是個用人 那這三者的階級關係 因為榮哥爾偷跟著玉親嫂而認識了慶生 又再加上榮哥爾其實對慶生有一些些微妙的愛慕 她喜歡她鼻子上軟軟的毛 喜歡她白淨的皮膚 喜歡她坐在那邊閉著眼眉的樣子 這裡其實在小說裡面很細緻的描寫 在影像上她其實對我來講 導演把它轉化成另外一種情感的一種三角關係 那這個三角關係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在電影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兩種三角關係 一個是他們這三者的三角關係 也就是小說裡面的文本的主線 另外一個其實是愛情的三角關係 在愛情的三角關係裡面其實 榮哥爾是一個旁觀者 然後透過榮哥爾的旁觀去建立 比如說楊惠商這個玉親嫂 如何偷看到慶生跟那個金燕妃的調情 然後如何看到慶生在金燕妃的面前 其實不再像是她印象中那個唯唯諾諾 講話問十句只回一句或甚至不回的那個情神 所以男女的三角關係以及階級的三角關係 我覺得在電影裡面可能因為每一場戲的走位 以及每一場戲它要設定人物的角度的觀點這件事 讓這個書裡面不是這麼明確的三角關係 包含了人的財產或者說應該說身份職務的這個階級的位階 跟人因為情感的投入多寡的那樣子的位階 甚至到後來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大家看了小說知道最後其實 陳慶生是被玉親嫂所殺死的 那個殺其實某種程度也反映了 玉親嫂對於這個她沒有辦法再掌握的男人 最後只能用殺掉他來完全的佔有他 那這個她決定殺他之前就是慶生決定要離開他 也就是這個三角關係原來只是危害到他們兩人之間的感情 到最後這個三角關係已經直接的破裂了 要變成慶生要尋找自由 那這個殺害之前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在電影裡面剛剛我們看到的這一幕 是在大概電影的中後半的部分 那在這一幕裡面 我不太確定小說裡面有沒有這麼詳細的描寫 但在電影裡面這一幕 算是還蠻大的一個空鏡頭 那這個空鏡頭你會看到 我自己也感覺到她其實預示了 玉親嫂這個角色對於所有關係 她都是沒有辦法掌握的 因為她一開始她要追求的人就已經隨她 就是就已經離她而去的走進物裡 而這個在物裡是她是完全的迷失了方向的 那這樣子的人物關係我覺得 在小說裡面其實 嚴格說起來是沒有這麼的明確的 但回到了影像跟電影的文本的時候 你會發現張藝導演其實把這個關係很清楚的明確出來之後 也會讓三個人或甚至說我們應該說是三加一 因為金燕妃其實比較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女性 她比較是在這個傳統的框架之外 她不是大屋裡面的任何一個人 她是可以自由的來去 她雖然是特種行業 但是她有她自己的生命跟她的血肉 那相較之下其實龍哥兒是掌握了 玉親嫂的身體 而玉親嫂是掌握了慶生的身體 那這樣子的關係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你在電影裡面的時候我會發現 她越來越清楚 因為影像上面的視覺的控制 然後或者是那個偷窺的關係 現在這個角度看出去的慶生就是比較微弱的 或者是嬌柔的躺在床上 然後他們兩個在耳濱絲膜 或者在性愛的時候 其實玉親嫂都是在一個主動的位置 或者是比較強的上面的位置 那這些影像上的處理 我覺得不管她是不是 就這個影像上的處理 某種程度其實已經脫離了 白仙文小說裡面所涵蓋的 她其實有了張毅導演 或甚至是楊慧山她自己的一個詮釋 但這個詮釋也讓對我來講 就是玉親嫂這本這篇小說 不只是一個榮哥這個帶有一點邪氣的 不能說邪氣 就是說她不是那麼真的純真純善的 她對於愛情其實已經有早早的 她對於喜愛這件事 她對於玉親嫂的喜歡 對於慶生的喜歡 已經帶有一點點讚有欲了 而這個再有意義 因為她是少爺的階級關係 也讓她更加輕易的可以拿到 然後進而她的告密 也導致了最後的死亡的這樣的悲劇 所以嚴格說起來 她的成長或半成長 其實是這整篇小說的主線 但是到了電影裡面 我會覺得相對於榮哥 慶生也是企圖逃離 玉親嫂的 不管是身體的 還是經濟上供養的 還是這個所謂姐弟 還有這種情緒勒索 我養你一輩子 我做牛做馬 我就是為你 這個情緒勒索的框架的企圖逃離 但是逃離不了的 這樣子的另外一種成長 那這個是我覺得 不管是在小說裡面 小說的文本 還是影像的創作裡面 這個成長的 可以逃離 或者是可以跨越 或不能跨越 或最後你終究是 高燒了一場 還是被插死在床上 都是一種成長小說 很有趣的部分 不好意思我好像也講太多了 好我們接下來 謝謝袁玲老師非常精彩的補充 所以她又把成長的層面 擴集到不是只有榮哥而已 還有包括慶勝這個角色 慶勝這個角色 其實也需要去關照她的成長 還有袁玲老師剛才提到的 這一些關於階級的 肉體的愛情的那個三角關係 她從電影的角度去看 我覺得這東西是非常精彩的 還有就是袁玲老師剛才有提到 慶勝這個角色 我覺得這個角色在 白信玲的小說裡面 也充滿了一個原型性人物的意義 就白信玲老師 我剛才有提到 剛剛寫了非常多的同志小說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寂寞的十七歲》裡面 那個楊芸峰 以後有機會的話 大家自己去看看 《寂寞的十七歲》 當然也絕對是一篇成長小說 楊芸峰的角色也是這樣瘦弱的 白白的 然後也許她有一點點小鬍子 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還有像《電影子》裡面的阿欽 阿欽 對 《紐約課》裡面 也有一些同志小說 所以這樣子一種 美少年的形象 其實普遍存在於1960年代 這個白信玲老師的小說 或像王文心老師的小說裡面也是 那他們還有一個 更前溯的一個原型 有可能是《威尼四之死》裡面的 那樣子的一個美少年達秋的形象 好 那我們大概就先把這個 白信玲老師的《玉清嫂》說到這邊 那下一個文本 我還是先做一個引言 我們這次選的兩個文本 其實都是由小說跟電影改編的 那第二個文本是廖惠英 這個《油麻菜子》 那《油麻菜子》裡面當然是排一個 女性成長的主題 然後是在家庭的 家庭這樣子的一個環境的概念下面 跟那個《玉清嫂》一樣 那廖惠英是1948年出生的 她本來是一個商界的女強人 就是早年她從事的是廣告文案工作 那因為在商場打滾多年 她累積了非常多的生活經歷 還有她可能也看過很多的人士 後來她這些都成了她創作 很豐富的一個全員 然後這些職場經驗 那廖惠英其實是以 《不歸入》這個小說寫的是一個 《不倫戀》 那第三者 小三的一個故事 那再來就是《油麻菜子》 那我這邊用的這個是 後來那個電影海報吧 電影海報的一個呈現 那《油麻菜子》這個電影 是萬人導演侯孝賢編劇的 主演是柯一正也是個導演 陳秋彥是演那個媽媽 蘇明明演的是女兒 我想這部電影它其實是 因為它跨越的一個年代比較 不是這小說啦 它跨越的年代比較長 所以我覺得廖惠英是以時代史 去寫一個女性的成長史 那我不知道可能那個年代 對各位來講已經有點久遠了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讀這篇 《想說》的時候 那個契入感有多強 因為在那個古早的年代 還覺得你孩子是油麻菜子命 那如果到哪裡呢 你就要認命 你就長在哪裡這樣子 那所以它其實可能有一點點 那個廖惠英的一個自傳性的成分 那我今天想要聚焦的點 就是這篇小說裡面 對於這個親子感情的詮釋 以及它怎麼樣去陳述 或者它怎麼樣去闡釋 或者它怎麼樣去闡釋 這樣子一種女性成長的主題 那各位 我是預設大家都已經看過小說了 這裡面 父親的角色是怎麼樣一個形象 母親的角色是怎麼樣一個形象 如果你從成人世界的觀點去看的話 你會覺得這個是一個不負責任的 浪蕩子的父親 永遠就覺得雖然結了婚 但永遠覺得自己沒玩夠 所以要在外面去搞三、四的 對不對 那女人就很苦命了 那個小說裡面的媽媽 雖然年輕的時候長得很漂亮 又來自醫生世家 可是她嫁到這樣子的丈夫 她也只能認命 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日 都是為了籌錢這個事情 然後又不斷地生養一對小孩 就古代女性真的很可憐 一輩子都在生 不是古代 就是早些年的女性 一輩子在生小孩 然後一輩子都在為錢苦老 那表現她看起來是 破親的形象是負面的 母親的形象是那種 隱忍的、犧牲的、奉獻的、 含辛如苦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這個是 阿貝啊 不是啊 我半年代有聽到沒有 我看你是考不起 將考就 如果你考不起 如果你考不起 你爸爸也沒事讓你去哭 欸 考取了 考取了 阿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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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如華 阿貝 阿貝 不要聽了 名字已經貼出來了 阿貝考上 王小梅 考上四個週 高小梅 是第一支店耶 恭喜的人都像我恭喜 阿貝最乖 最像爸爸 爸爸又無事了 你一定會考上 要不要出去 一天到一天到一天到跑出去玩 黃雄花 放在家裡 負責賭賭賭 從下開始啊 為什麼你給我出去 你弟弟找到台風尾 負責賭賭 負責賭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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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賭 所以這是一段 就是小說裡面也有描述嘛 這個阿貝考上初中是不是 的時候 他媽媽就是擔心 就是做母親的很時機 就是擔心沒有錢讓他上學 可是不行又很高興 他說你最像我 對不對 那最像我之後怎麼樣呢 這一段再放一下好嗎 這一段是 今天註冊的時候 在我的婚禮的同學 拆考169分 差一點就六到六季了 還是我們阿貝今天 我們慶祝一下好不好 嗯 你要吃什麼 隨便 不能隨便 你想一想 呃 牛肉麵 睡覺 我要煎 來 煎一煎 你還會覺得電影院把父親說到成是一個 比較見過世面的 然後比較自由的 比較浪漫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讓母親就是很實際 永遠在關注這個 寒蜜遊言 有 有 把它刪到最高座裡面 不要讓你們知道 不要讓你們知道 有 把它刪到最高座裡面 但是她 爸爸 就是因為那個事件之後 他們全家搬到台北 後來生活有開始正常化一點 再來的話 爸爸被派到菲律賓去工作嘛 所以婦女之間就是靠信件 在聯繫 她這電影就有那個畫面與體現 蘇明明演了那個阿慧的成長 我還記得記者 而且我跟我提過一個十大會中的男生 他被迫轉圈了 因為他去學校找人家 聽說他離開了台北 沒有人道歉的機會都沒有 我快快到了 我來回個車等你 要一步一步那個成長的軌跡 就藉由這樣子的風景去呈現出來 爸 我會顧送您的期望 終於爬上定義志願 大學的生活 是有充實了不少 但是 又總覺得失望了些什麼 就像穿越那顆孤立的霧面花 看起來好寂寞 爸 你神聖回來 我好想你 就希望你早就不回來 祝你祝你安靠 永远 我可能就是先穿她幾段 讓大家看一下 然後去思考一下 她這裡面關於婦子 婦女的部分 我大概先呈現這幾段 然後再來看一下母女的部分 剛才那個蘇明明那個角色 就是阿慧那個角色 有提到以前失道復中的那個男孩 這個應該是電影加進去的 就是說這個前情提要 就是她在初中的時候認識一個男孩子 她母親就覺得女孩子不該早戀 然後不可以交男朋友 那母親做什麼樣的事情呢 就是在這段畫面裡面呈現 你讓身分 女孩子 你說 這兒兒 你不得令身 真的嗎 你不得讓身分 女孩子 你不得讓你不會 他不得讓我 說 你不是說梅根 明天我到你們宵地問你們老師 看要那叔叔怎麼教的 請不上來跟你們談戀愛 你跟媽講沒關係 媽不怎麼樣 她叫什麼梅子 什麼 是哪個學校 是在副中 阿欣 阿欣 聽她點過來 好 你過來 快 cred via 教練 教練 記好 很多又拿得封寗 牠 这段真的很可怕 因为我们少女时代的噩梦 现在也还是会适合 因为其实学龄 孩子其实是爱漂亮 然后头发就是一分一毫都要计较了 因为前一个月定假 他断掉了是不是 反正母亲就是借了这样的方式 让女儿就很丑 然后不敢出去见人 所以他帮她请了一个月的病假 乖乖在家里面 然后跟这个男孩彻底断绝关系 那这个是谈母亲对女儿 一个非常严格的管教 基于一种爱跟保护的一个心态 他对女儿严格的管教 那后来这个阿慧成长了之后 右边这一段也非常的有意思 大家看一下 你不得爱听电话吗 我不是交代过 开会时间不接电话的吗 请你母亲打来的 哦 喂 我是阿慧 阿慧 不要忘了 你去拿衣服的时候 是不愈性 那时候我们都要再靠一个 拿衣服 妈妈 我不是说好听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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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她打电话吗 其实这个画面的一动 就是在暗示他们家里的家境 慢慢慢慢的 经酒加少康 有很多的百事 有很多的酒品 然后地头在这里才发现 你以为她妈发生什么事情 原来是在敷脸 她讲话 那个声音是这样挺蛮糊的 这是很有意思 好 先放到这里 从哪里 这个已经老去了父亲了 所以我想要 我其实要谈的就是说 在电影的呈现里面 其实女儿跟父亲 反而是比较有一种 精神上的相气跟交流 从一开始父亲说 哎呀 你就是阿慧你最像我 然后呢 阿慧她有什么心事 她有什么事情 她都写信跟爸爸讲 而不是跟近在眼前的母亲讲 那母亲当然也是基于一个 爱的一个理由 或者是因为家庭的因素 对女儿就是眼管眼叫 那这样子的眼管眼叫 其实父亲跟母亲的形象 是在前期跟后期都有所转变 就是父亲的形象 后来越变越慈祥 可是母亲的形象 后来就越变越堪得无厌 就是后来这个阿慧工作之后 她母亲要很多奢侈品 那电影最后是结束在一幕 很感人的场面 下一页的话 这个 这一幕有点长 就是最右下方这一段 最右下边 就是小说一面不是有提到说 母亲跟阿慧 最后那个阿慧还是坚持跟旧爱结婚 但妈妈就半冲 没有办法参加婚礼 所以女儿就可以慢慢放 女儿就先穿了这个婚纱给妈妈看 好 阿慧 妈妈教你的 你要记住 她跟你戴戒指的时候 你的手里头要望着 千万不能让她把戒指戴到底 在新房里 你的衣服要挂着她的上面 要不然 会被她欺负一辈子 还有 能不能戴着新兰花 还有妈妈跟你的手似了 耳环了 不要记得戴 我知道 还确实是吗 还需要什么吗 不用那样来吗 爸 你去帮我拿还不好 稍微拉快一点点 那就是妈妈就跑到那个茶几 用笔子垫了去吗 好 可以 好 有点假 是 而且我记得我看的时候就觉得 这妈妈真的很烦 哈哈 也许等一下妍玲老师也可以 针对这些灯笼花印象比较深刻的灯笼 我再诠释一下 好 而且这个洋娃娃可以补充一下 是其实原来是她爸爸给的 然后这边其实她就是闪过了 她们童年的一些印象 对你看这边开始有一些五生的画面 开始闪过了 就是一路走来的 她从小看着她爸妈吵架 妈妈流产 但爸爸都找不到 电影的处理在这边是完全无声的 对是无声的 她其实是有主题曲 对最后 对最后 就是蔡琴的那首主题曲 对不动 人家 不是你们吵吗 是怎么样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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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好好地看看 要不要好好地看看 哇 …… ! …………… …… ………… …… ………………… 大慧 你真漂亮 我好高兴 我不能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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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一點 我不能哭 大家其實可以看一下陳卓彥的手下 他其實是講台語的 那些人見過的愛人走外 這就是蔡琴的主題曲 雖然整個電影的情節 我們今天看起來還是有點過時 可是我多年後重看 我看到最後一幕 我眼淚還是 尤其是跟蔡琴那個很有雌性的歌聲響起的時候 我還是會有點眼眶一熱這樣子 那我其實只是要簡單談一下 就是說剛才有提示過了 在一個自主的角度看來 父親是一個浪盪子 母親是一個持家的女人 但你如果從女兒的角度去看的話 女兒其實是比較跟父親精神上比較接近的 那為什麼呢 這裡就可以去談成長這樣子的概念 是因為阿慧他能夠對父親有一個同情的理解 就是父親這個成長呢 其實成長他不限於人生的任何一個階段 當然不是只有青少年才需要成長 大人也永遠都需要成長 可是在這部影片裡面 他映現出來的就是永遠長不大的大人 就是永遠活在青春少年時代 他想要過那種生活的父親 還有呢 過早很早熟的這樣子的一個女兒 所以女兒能夠對父親有一個同情的理解 因為有同情的理解 然後呢 他知道父親還沒有過夠他單身的好日子 他也知道母親對他這麼嚴格 是因為母親的少女夢 他也太早就碎掉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種 我剛才開玩笑說情節有點過時 但是我覺得那種美好的 珍貴的那種時代品質 是沒有過時的 在這篇小說裡面呈現出來 就是我們對於父母輩 我們對於其他人的一種同情的理解 你要知道他的過去 為什麼會這樣呈現 他現在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當你有這種同情的理解的時候 你可能比較能夠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看這個人 那袁林老師針對油麻菜子 好 換我 換石老師休息 我自己其實 油麻菜子這個片 大家可能比較知道是 他剛好今年 書會修復版重新的上映 所以有機會的時候 其實還蠻鼓勵大家去看的 那這個片其實當年就是在 也是台灣新電影時候 還蠻重要的一部電影 那最主要也是 台灣新電影的大部分都是男導演 那他們拍的片子 其實比較是以個人的成長 或個人的 就比較是男性觀點的主題 那萬人這部油麻菜子 他是根據 亮輝英老師的小說改編而成 所以先天的 他本來談的就是 一個關於女性的故事 那裡面當然不只一個女性 不只是這個媽媽 不只是這個女兒 還有女性所面對的 台灣社會的可能甚至40年來的 家庭或家庭經濟 男女之間關係的一種轉變 那我覺得就像石老師剛剛講的 其實小說是有一個時間的跨度在的 他其實真的就是從這個女兒的小時候 一直一路的到長大 那家庭關係或者是說 父親跟母親之間的角色上面的轉變 也是隨著時間這個家庭的轉變而改變 那書裡面其實還有很多是關於他的哥哥的部分 那在電影裡面其實哥哥 這裡沒有顯現出來就是 他就是一個就是張飾演的 就是從小 他其實很多年歲 就是從小他其實就是被母親所關注的 然後所有好的東西都先給哥哥 但是他也就 雖然有學校可以讀 還特別的給他念私立學校 但他終究也還是沒有長好 所謂的長好就是沒有像這個女兒一樣 就是考上好的學校啊 念了好的大學啊 然後有好的出入啊 然後他這裡所謂的沒有長好就是 當然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子來定義 但是在那個時候的台灣生活的價值觀 當然就是你一定就是要上台大上師大 或上清華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出國念書 然後有在大公司裡面有一個好的工作 那但是你如果高中就中 初中或高中就中錯 那你就勢必將來的前途是有所限制的 那對比之下 其實這個哥哥就是沒有辦法在 課業上有好前途 就很快就去當兵 當兵回來就跟朋友鬼混 然後隨便的做生意 然後做生意虧損了錢 還要這個妹妹賺錢來貼補 那甚至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媽媽其實是放任他的 因為對他來講 不可靠的丈夫已經不可靠了 那接下來他未來半生的渴望 其實是在他的兒子上面 那這裡所呈現的一個家庭關係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在電影裡面 我覺得這也是要回來 就是小說這麼厚的一本幾百頁 但是電影可能90分鐘 頂多了不起120分鐘 然後我們就要把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時代脈絡 跟這樣子的一個複雜的家庭關係 呈現出來 所以回到電影的創作 我自己覺得 萬人導演其實是把整個主要的角色 跟整個主要的情感的主線 釋放在母女關係上面 那這應該也是原來 有馬太子的小說裡面的本意 談的是一種女性在過去的時代 是水共事物有馬太子的 那那個母親原來應該 應該就是富家小姐 是醫生的早上千金 然後為什麼會被迫 然後嫁給這個不負責任的男人 只不過是因為 他爸爸認為 這個男人看起來忠實可靠 結果嫁給他 就電影裡面還特別拍了一段 有一段Freshback的場景 就是拍當初相親 然後結婚認親的那一段 就是陳秋彥如何 在他父親的手上 被嫁給了柯一正這個角色 在那一段裡面 柯一正的確也看起來 是一個絲絲紋紋的 然後看起來老實可靠的人 那但是這個命運的 背負權所交托這件事 也就造成了陳秋彥這個角色 後來不斷的埋怨跟怨嘆的來源 因為這個不是他自己 所選擇的這個男人 後來沒有看起來這麼老實可靠 然後他所依賴的父親 又早早就過世了 在電影裡面 你會看到當他父親過世了之後 這個柯一正演的角色的 各種奇怪的 比如說亂花錢啊 然後偷別人的女人啊 然後夫家別人 就是老公還打上門來啊 然後家裡沒有人做主 反而陳秋彥要扛起來 變成一家之主 然後還要替老公擦屁股去還那個 他老公有點像被人欠人挑 然後但是就是得要付那個債那樣子 然後那一場戲 大家如果有機會看的時候 就是光一個討債 就是等於是 柯一正這個角色的情人的先生找上門來 或者是他的哥哥 反正他情人的家屬找上門來討債 為了他做下這件偷人的事情 而要遮收費的概念 然後最後是 陳秋彥就包袱款款的 然後跟著那個討債的人 離開他的家 然後接下來回來就是 整舉家搬遷到台北 然後就離開了他 從小傳統生長的那個家 那這件事我其實覺得 回到我們今天的這個成長小說的 這個概念的話 也回應剛剛小光老師講的 在這個小說裡面 其實有正在面臨成長的孩子 其實也有被迫早熟的母親跟女兒 當然也有永遠都沒有長大的男性的 是父親跟哥哥的這個角色 所以成長這個概念在電影裡面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你看到外人導演在賦予這個角色的 樣貌跟力道的時候 他是很清楚的把這些所有衝突的場面 到後面都是你看得很清楚 就是一旦有外界的衝突來 一旦有事件發生 通常一開始可能是被推著 要去處理這件事 或者是被迫不得已站出來的 往往都是女性 那這樣子的女性到後面 在這部電影裡面你也看到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這也回應這個小說 其實我們現在看有一點點 不能說過時 但是就是你看到 那個時代的女性的概念 就是這樣 那即使在家庭中的母親 她其實已經是被這個社會為難 被左林右舍為難說她嫁了一個 就是以前是富家小姐又怎麼樣 還不是嫁了一個爛老公 然後現在還不是過得很老 然後被丈夫為難被丈夫打 然後甚至是她丈夫 因為那個偷人的事件之後 整個後來家庭地位的扭轉 但是她的懦弱 某部分也逼著這個女人不得不成長 不得不成為所謂的一家之主 而轉化成我們習慣看到的 其實是男性主導的這個角色 而當女人硬要變成男性的時候 她的強勢 她的尖刻 她的霸道蠻橫 或甚至是她的偏頗 就會造成這個家庭的扭曲跟變化 那我覺得這部片很有趣的是 片名其實就像小說的主要就是 有媽太子 女人的一生就像有媽太子 飄到哪裡就是哪裡 然後你就是要在那邊生長 但是問題是 這個你所飄到的這個家庭 終究也還是你所造成的家庭 那這樣的家庭又會是什麼樣子 那我其實覺得在小說裡面 其實沒有這麼大的 關於這個家庭的批判 但是在萬人導演的處理下 你看得到就是說 她不斷的其實是對這個母親 甚至是對蘇明明演的這個角色 進行批判 也就是說 像剛剛大家看到的最後那一幕 就是我們看起來 其實是蠻感動的 尤其是前面其實她有很大的篇幅 去描寫就是 後來蘇明明要嫁的人 就是當初被發現地情書給她的人 然後多年後他們又窮遇 結果蘇明明就真的又跟她重新談戀愛了 那我覺得這個很有趣的是 在電影裡面你會看到 關於蘇明明也就是 關於這個女兒這個角色 其實比較多戲份是 當然除了剪頭髮的那一場戲 比較多戲份 或者比較多跟父親的互動 都是在她年少的時候 她小時候 然後考上高中之後 然後跟父親的寫信 那甚至是跟父親寫信 已經都不是親自的面對面的接觸 那從影像的鋪陳我甚至也覺得 默默的她也在暗示跟鋪排出 這個家庭裡面 永遠沒有長大的是兩個男的 然後一直不斷的往前進 而被這個環境被迫著不斷的成長的 那這個成長其實在這裡 先是比較狹義定義的成長 就是她是有了經濟的能力 她在社會上有了地位 有了所謂的立足之地 那有了經濟能力這件事 反過來變成家中的 主要經濟來源而成長了 但最後我覺得很好玩的是 我們用比較殘酷一點的角度 來看這個家庭的話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有看過獅子王 用這部片來比喻獅子王有點怪怪的 但是我覺得很好玩的是 獅子王裡面就是 你知道老獅子長大了 一定要就是先死亡 年輕的獅子才能夠取而代之 成為獅王 那當然獅子王 這個卡通是因為被迫而死亡 但是新的獅王 新的辛巴要成為這個家庭的主導 他必須把舊的獅王去除掉 那這是任何動物界 或者是alpha的這種不變的定律 但是這樣子的定律回來 我們來看有馬太子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很有趣的是 萬人導演 他有一點點 他沒有意識 我不覺得他是意識到 但是他用了男性的思維來思考 女性的在家庭地位中的主權 或權利的轉讓那樣子 那到了最後你看到 其實即使 就是說女兒都已經結婚了 然後她還是不贊成 所以就用了一個婚禮 八字不對衝的關係 所以婚禮不會出現 但是你要在這個家 我還是想看你穿新娘服 所以你在這個家穿給我看 然後最後她還又摔一跤 然後女兒就跪在她的面前 然後抱頭痛哭 其實真的很感人 但是如果用家庭中的權利關係 或者是就成長這件事情 你從這個家庭成長了之後 你變得應該要獲得一種主權的 或者是決定權的時候 回到油麻菜子裡面 你會看到即使已經是 家庭中的經濟命脈了 但是蘇明明還是沒有辦法 有自我的決定權 甚至是她要跟 她要跟這個 她的初戀情人重新再在一起 她媽媽還是反對 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的時候 她會發現她其實有非常 蘇明明的身上 有非常多的時間過場 非常多 就她走在路上 她媽媽反對她們結婚之後 她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她就在台北街頭漫遊 她必須得要離開她們的家 找到她的立身之地 甚至她媽媽就不讓她回家 一整個晚上 她又會回來她沒有辦法回家 她在外面一直走 她在外面一直走 對我來講其實就是 這個家其實 就算她已經成長了 她也沒有她的榮生之處 所以被逼得她得要去成就 或尋找或成立她的另外一個家 那這件事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回過頭來讓我們思考 什麼是成長這件事的話 也變得就是說 尤其在這些比較以家庭為主要關係的成長小說裡面 你的成長往往是 你必須除了自己自我的 不管在學業在身份在心情在個人身體的成長之等 或者是自我認同的成長之外 你必須去抵抗或者是挑戰某種既有的規範 那這個挑戰未必見得一定是衝撞一定是衝突 但是這個挑戰是必須的 而且這個挑戰完往也就會成為 不管是戲劇的文本 還是電影的文本中最核心的一個部分 所以回來這部電影其實我們不斷的看得到是 一開始是家庭中兩個主權的挑戰 那我認為柯一正這個父親的角色 會之所以永遠無法成長 跟他會這麼的懦弱 就是因為他的挑戰他失敗了 然後他的失敗之後 然後他也沒有辦法 第一個他在外面沒辦法成為一個大男人 再來一個經濟權全部被老婆所關著 在他老婆面前他永遠第一等 那他也就 他自己也不勇敢 當然他自己也不勇敢 那他的不勇敢也造成了 他永遠沒辦法成長 那家裡的大人其實就不是他了 那這樣的關係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那小說裡面我們不會這麼明顯的感覺到 但是在影像的處理上 因為更讓 因為影像的關係更讓角色是明顯的 角色跟角色之間的情節跟互動是明顯的 所以你可以更清楚的看到 這個成長其實真的不只是孩子的事情而已 補充到這邊 謝謝 謝謝元寅老師 其實台灣的1980年代的新電影時代 其實有很多是文學文本改編的 但是在元寅老師的詮釋下 各位就可以發現 導演有導演他自己的意念 切入角度 跟小說還是有差距的 很多很精彩像包括廖輝音的 剛才講的《不歸路》也曾經改編成電影過 還有像以蕭薩有一個作家 他的《小鎮醫生的愛情》等等 蕭薩就是張藝導演的前妻 他們的緋文 然後這可以再講30分鐘 對 我們跳過 這個緋文太精彩了 沒有太精彩了 好 我們的最後一個文本 文學文本是這個 《張藝萱幸福鬼屋》 它裡面談到的是 我覺得它的重點 是一個性別的認同跟逆襲 那左演在鬼這個概念 因為我們選的另外一部電影也是 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 這個是張藝萱作家 1973年生 然後他的作品非常多 小說從這個壞 我們是從壞掉時候去選入這篇小說的 然後後面 《至少時光愛的不久時》 《永別書》還有《信義自始》 那他也寫散文 散文也有好幾本 好 那就是《幸福鬼屋》 其實這篇小說的重點是 這個鬼屋 為什麼要鬼 這樣子的指稱 而這個鬼又為什麼 是一個幸福的 這樣子的概念 那其實這小說呢 讀起來 各位可能會覺得不太 不太容易看 因為他一直在做一些 命題的一些辯證 那鬼為什麼同志 他需要住在鬼屋 他必須要變成鬼 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這件事情 那其實這個鬼 又是一個象徵意義 就是在主流的一個性別文化 依附的道德規範下面呢 他們會指控這個 身處社會間隙的這些 性少數族群呢 就是鬼 那這個鬼其實就是一個 跟人有一個差異性 他是一個他者 是一個被排斥 被劍斥這樣子的一個他者 可是我們在這篇小說裡面 就看到 張藝圈他完全把鬼做一個 顛覆跟翻轉 他在這個主流的性別地圖之外呢 他一直要去強調那樣子 一種他自我塑造的 一種邊緣的 可是充滿再生的能量 這樣子的一個鬼屋 所以這鬼屋呢 他其實可以視為是一種 創傷或是一種怪胎的展現 裡面包括談到說 我跟你的相遇 他著作的對象相遇 都是一個靈異事件 這靈異事件裡面 是包含了一種好色 色域的一種糾纏 但他說這是一種得體的糾纏 所以你就會發現 他把鬼這個概念 鬼屋這個意象 他一直在做一種 一種沒有辦法被主流 所接受的一種展演 那這個展演呢 其實他要展現出來的 也是一種能量感 就是我屈服 屈服其實是一種恢復 恢復又可以創造 創造出另外一種新的能量 那這裡頭呢 你會看到同志小說 其實常常會有一個 用鬼 魅書寫這樣子的概念 去進行的一個脈絡 像邱廟經的《鱷魚手記》 裡面那個鱷魚 陳雪的《異色之巫》 還有宏林的《異端西學鬼列傳》 這個酷兒小說 然後張藝學的《幸福鬼巫》 那這裡面呢 甚至關於死這件事情 他也覺得我當然要死 我當然欲望強烈的時候 我可以一死了之 但是呢 置之死地我能夠而後生 然後我可以 廢人 是人主流這樣之間的廢人 他可以重新做人 他可以有一個新生的 這樣子的一個契機 所以包括驚嚇這個事情 在這裡面也提出來 一個很有趣的思考 就是我被驚嚇 我在主流社會裡面被驚嚇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說我做的事情是錯的 我才知道 原來我做的事情是錯的嗎 我受到驚嚇了 因為這個驚嚇 是我的暗喻人格被搶劫了 但是後來呢 他又把它翻轉過來 就是說 學會驚嚇人 是生命現象裡面 非常高級的形式 所以我要驚嚇人 那個驚嚇就是一種 信譽的驚嚇 一種信譽的啟蒙 所以你會發現包括這些 我們已經視為一種 成規的驚嚇 包括死 我們這種感覺 他其實一直在做 不同層次的一個翻轉 隔絕這個事情也是 還有包括裡面 談到沉默的一個力量 這邊引述的是一些 女同志的相關玩本 還有一些是 女同志相關的電影 從這個蝴蝶 21世紀初的蝴蝶 一直到08年花生的女孩 那後面那個 等一下原理老師會補充 更多男同的電影 我就只是給大家看一下海報而已 那我想順勢帶一下下 關於《火火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 這部電影 那這部電影 Netflix裡面也有了 那我不曉得同學們看過了沒有 那這裡面的主角 許光漢演的這個角色 吳明漢 還有念伯鴻演的毛邦宇 這兩個男性角色 還有王靖演的林子晴 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他們的人設 一個是鋼鐵直男 一個就是死Gate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 他的角色設定就是一個蠢直男 跟一個死童子 這兩個人其實就是 反正情節很簡單 就是許光漢不小心撿了一個紅包袋 就冥婚 他就被迫要跟一個死掉的男童結婚 可是他偏偏就是個直男 他超討厭同志的 所以整個就是在譚字裡面的這種 他們兩個根本就是 就算他沒死 他們兩個也處在陰陽兩界 對不對 那所以許光漢對這個鬼 充滿了一種內藏的戒費跟外邪的歧視 他就不斷地去對他做各種歧視性的言語 霸凌這樣子 那我覺得裡面有一段很有意思 就是 那個鬼帶他到 街霸裡面去 然後他就問他說 你知道怎麼跟同志搭訕嗎 許光漢就表現得非常濁烈 那我覺得這場景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 你要進入鬼空間 就是進入鬼空間 就是學習 你要學習如何進入同志的世界 這是兩個人 人鬼之間 或者是直男跟同志之間 一開始的這樣子一種交流性 這交流性開啟了之後 才會有各種可能 所以我先講到這裡 就是一個鬼空間這樣子的概念 人鬼疏途或者人鬼如何溝通 而同志為什麼一直被擺放在鬼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下面 謝謝 我們本來是想要把 就是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這件事 就是變成一個指定閱讀 但是因為它是有版權的關係 就沒有辦法免費的提供給大家 但是我跟小鳳老師討論之後 因為延續幸福鬼屋的關係 就希望選一部不要這麼冷門的 或者說都是台灣新電影的電影 然後讓大家有一點點概念 然後我覺得特別想要分享 用這部片來談這個同志 或者是青春成長的一個主要原因 是其實它是非常 這幾年非常的典型的一種 輕軟 就是感傷軟調的通俗同志電影 那你會發現近期 我這邊準備了一些片子 我們等一下有機會的時候 可以來看一下 其實這樣子的鋪排開來 今年有這個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這件事情 它看起來好像沒有 不是像以前的同志電影這樣子 尤其是剛剛小鳳老師列的那些 比如說刺青啦 或者是蝴蝶這些的女性同志電影 那個年代的同志電影都是認認真 跟我們現在要來談同志這件事情 然後拍一部真的很認真地討論 同志面對如何面對社會的控制 或者是自我身分認同的 這樣子就是它是很嚴肅地在面對的 但是你會發現這幾年的同志電影 比如說像鬼家人這部片 或者是兩年前有一部親愛的房客 他嚴格說他也是很認真 但是他比較是去談家庭的問題 順道地談這個莫子儀這個角色 怎麼樣地讓自己在非令禁他前男友的家庭中 去找到自己在這個社會的一生處事 他不是真的只談自己同志身分認同的問題 那再往前的時候 當然就有我相信現場的朋友應該都看過 柯淡你心底的名字 他是很認真的拍同志身分認同的問題 但是兩個男主角實在太美了 那個激情場面實在太激情了 然後整個場面調度都太唯美了 所以他明明真的是很認真 但是他就是票房還是很好 然後歸根究底監製崔永雲他自己也在說 他想要拍的其實先是一個關於愛情的故事 然後才是一個關於兩個男生的愛情故事 也就是說現在的同志電影 我們再往前一點點 像在之前的2018年有一部 誰先愛上他的 然後他也是 其實主題還是在談同志的議題 但是他用一個就是謝宇軒演的 他也謝宇軒演是因為這個角色 拿到金馬以後 謝宇軒演的妻子 他的丈夫死了 但丈夫的男朋友 其實才認為他自己是正公 所以這個誰是小三 然後誰先愛上這個 以亡顧的同志這件事情 變成整個討論的重點 而討論的裡面的股價 其實還是回到 同志的社會關係 跟他的生存地位 在家庭的架構裡面去談同志 而不是只是單純談 同志自己的身分認可的問題 那再往前的時候他就比較是 我們大家可能應該也看過 女朋友男朋友 這可以說是近十年 就是每次一講到同志議題的時候 他應該就是以這部片來做代表 就張孝全 然後桂倫美 那個男的現在演華跟初上 一下忘記他名 鳳小約 鳳小約在裡面演的就是 桂倫美也愛他 張孝全也愛他 然後這個死男人 現在在黃生初上 大家也都愛他 但是女朋友男朋友裡面 他比較也是一個三個人 共同是高中的時候的好友 然後各自的怎麼樣成長了之後 那張孝全自己內心的 對於同志的愛一直不斷的壓抑 然後主要主線還是 桂倫美跟鳳小約之間的愛情 然後在裡面你也看得到 時代的演變 時代的轉變 然後對於同志的這個關係 跟認同是怎麼樣的轉變 那在更早的時候 可能大家就沒有看到 而是我剛好前幾天 在Netflix看到 他竟然在Netflix上平台了 就是聖夏光年這部片 那聖夏光年也是 算是台灣二十年來 算是最早的一部 真的用比較純粹的愛情 或唯美的方式去談 同志的愛情事件 那裡面剛好是張孝全演的 那張孝全其實就是一直以來 都一直在演男同志 然後他終於不演男同志了 然後去年才拿到那個影帝 就是不是我唱隨他 他自己的問題 哈哈 好 對不起 打岔題了 所以回來 我覺得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其實是 這裡面你可以看得到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我們可以看得到 同志電影 所謂的同志電影 在這十年來 其實有了很本質上的 一種慢慢的轉變 我們慢慢的 那我覺得這也反映了 台灣社會對同志的 這件事情的態度跟角度 我們不在的 真的只是很嚴肅的 這就是一個異類 這就是一個鬼屋 這就是必須嚴肅以待的 就是這就像是一個 什麼白色恐怖的受難家屬 我們必須 我們不能輕挑 我們不能嘲笑 我們不能有 就是任何的 不政治不正確的方式去排他 否則這時候他就不好了 但是這幾年 尤其是鬼家人這部片 他就是充滿了 所有的政治不正確 死gay這件事 林柏宏在這裡面 他還自己嘲諷自己 那死gay通常是 就是異性戀者 通常都會罵 就是那些這樣子 就是對於所謂同志 所謂gay的一個刻板印象 變成一句髒話的時候 就會說他是死gay這樣子 但電影裡面反而去 甚至在角色上 他就是已經過世了 要冥婚的一個男同志 然後他後來他再跟那個 許光漢 許光漢在吵架的時候 他就說怎麼樣 我現在都是一個 真真正正的死gay 我即死了又是同性戀 怎麼樣怎麼樣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像這樣子的角色跟台詞跟場面 在十年前是不可能有的 因為這是大家對於同志的接受度 或者說我不是說一定 大家接下來出去就要罵同志死gay 而是說你的這個態度的翻轉 反映在電影裡面 我們看到同志這個議題 他可以是像親愛的房客這種 mail drama到極點的 把同志變成一個小媳婦 如何讓自己能夠為自己的 死去的丈夫的媽媽能夠接受 那也可以像是鬼家人這部片 就是用一個荒謬的冥婚 然後看到一個明明跟同志 完全八竿子打不著 但是卻因為莫名其妙的 他其實是因為搜證物 要撿證物就把那個紅包撿起來 接下來就陰魂不散 但也因此他自己找到了他自己的 改變了他這個所謂鋼鐵直男的 這種粗魯不紋 或者是單一價值觀的成見 而有了更多的包容的可能性 那再往前當然是刻在你心裡的名字 那我想刻在你心裡的名字 我覺得嚴格說起來其實更符合 今天我們說的這個成長小說 《青春電光》的這個主題 那他也是就是說 大家信仰在Netflix上 很容易可以看到 但是我覺得刻在你心裡的名字 也可以說是這 我覺得對於今天我們講的很多 所謂的成長跟成長受到了限制 以及你的衝撞跟衝突這件事 在刻在你的名字裡面 你看得到更多的是 導演很有趣的是 把這兩重東西結合在一起了 他一方面讓這個主角 因為這個故事也是導演 劉廣漢他自己的真實經驗 他很早就出櫃 就是他就是個男同志 那他在高中的時候念的也是 像這樣子的一個天主基督教的男校 那在男校中就有很多這種 他好像是同志 然後就會被其他人霸凌 然後也因此這種孔童的氣氛 造成了這個男主角 他自己一開始對於 是不是喜歡男生 本來也就是懵懂的 那接下來他慢慢的有了這個孔童 跟懵懂的出猛的愛戀 在中間掙扎 然後最後想要 就是最後又有在一起或不在一起 兩個人接受的問題 那再來就是他把那個時代 其實放在解嚴前後的那個時期 所以台灣在那個時候 也正經歷了一個巨大的變革跟轉變 所以我覺得成長這件事很有趣的是 我們拿《柯在你心裡的名字》 跟《鬼家人》這兩部片 來做一個對比的話 你可以發現就是 就是在之前的關於統治的討論 往往都要賦予他非常多的枷鎖 在影像上 在故事的構成上 在情節的設計上 甚至在邏輯上 那上《柯在你心裡的名字》 一環一環 教官啦 校規啦 然後 同學們之間歧視的眼神啦 或者是男跟男 男生跟男生之間的肢體 如果太近就會一樣啦 甚至是他們男校後來招生了女生 就會有巨大的柵欄 那這還是男校裡面的第一重的視覺上面的間隔跟 這種反應 那更另外一重的是 導演還設計了 這是他青春期 那也就直接的還原了戒嚴時代 那戒嚴時代他裡面放了非常多的 講金國剛去世的時候 社會還處在一個什麼樣的緊繃的氣氛 那雖然還沒到以前殺豬把毛對岸就要打過來 但是那個社會上的緊繃氣氛 或者是店裡面甚至穿插了當年的齊家威 在路上 就還是青春冒霉的時候 在路上示威抗議的樣子 那這些種種的線索的編織 其實也讓我們看到了 那個年代的同志真的是處在一個什麼 他在社會的現實社會裡面 是找不到他們所可以立足的地方的 他只能活在鬼屋裡 那個鬼屋就是學校裡面 沒辦法看到的 或者是洗澡間的某某的一個小角落 或者是深夜入夜之後的床塌裡面 被窩裡面 那這個鬼屋也回來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大家有這個文本 我還是蠻推薦大家要看 幸福鬼屋這篇小說 他用大量的自對話 或自言自語的這樣的寧欄 其實你看了這篇小說 再回去看 刻在我心裡的名字的時候 你會發現男主角陳浩森的 不斷的自言自語記 他跟神父之間的討論 在談的就是 愛為什麼因為性別而需要有不同 我的愛 因為我愛的是女生 所以我就比較可以接受嗎 比較可以衝動 比較可以容許嗎 那如果愛會有所不同的話 那天父又會 會要以什麼樣的標準 來區分這個愛 那這裡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大災問 在電影裡面其實沒有一個答案 但是我覺得那個很有趣的是 對照回來 我們現在看到今年的信片 鬼家人裡面 已經不在談 男同志可不可以被愛 或是愛要不要可不可去 就是愛是不是分性別這件事了 而是不管什麼樣的性別 都允許跟可以擁有愛 但問題還是回到了 愛的本身是什麼 你的偏見其實不只是性別 而是性別以外的其他事情 所以那個東西我覺得 在成長的這個 或者是青春的這個脈絡裡面的時候 我們其實面對的各種議題 同志當然這種 原來是一個大框架 就是非常巨大的一個禁忌 你可以看到在電影裡面 它已經逐漸的解放了 逐漸的被釋放 它不再是問題了 那接下來的問題是 不再是問題之後 怎麼樣的偏見跟成見 會是造成什麼樣的問題 而擺脫了那樣的偏見跟成見之後的 那個底層又會是什麼樣的問題 那個反而是更根源 因為你沒有一個假想敵 或沒有一個經濟的目標在那裡之後 那問題在哪裡 那我們果足不全 我們還是沒有辦法愛人的 那個根源是什麼 那個反而變成是更重要的 更需要在新的來做討論跟思考的 刻在我心裡的名字 它其實希望呈現的是一個那個年代 也就是說導演自己 他就是從87年走過來 他在高中的時候 就知道自己是喜歡之男生 然後他的那個同志心情 到現在他公開出櫃 然後把之前他的生活的生命的經驗 他曾經沒有辦法完滿的那個愛情 拍成電影 那根據我查到的資料 他其實為了寫這個腳本 寫了四年還是六年 那一直沒有辦法完成 我覺得這個我相信 因為寫自己親身經歷的故事 要把它寫成一個可執行 可拍攝的腳本 通常其實是困難更大的 所以你挖得太深出來太多 每一段都不想剪掉 但是在劇情的脈絡裡面 可能又有他的考量 那或者是你挖得不夠 然後別人覺得那邊怎麼只燒 就是燒不到陽處 然後但自己覺得 我沒有想要講那麼多耶 那這種時候 我覺得這部片後來 就是這個導演 非常感謝那個編劇之一 也就是屈有寧 那同時也是這部片的監製 然後他們兩個好像 我多沒有記錯是電影系的好朋友 那他屈有寧後來就加入了編劇的團隊 然後幫劉廣漢來一起完成了這個劇本 那劇本也加入跟修改了非常多的部分 那有一些人物的性格的轉移跟融結 跟所謂的真實生 真實人生是有一點點不一樣的 那這些部分其實當時在這部片上演了之後 有非常多的應後座談的訪談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時候還可以去找來看 然後我這邊還蠻推薦的是 這也是感謝萬能的YouTube YouTube上你搜尋可膽心裡的名字 它會出現你找一下的時候 它會出現當初電影中剪掉的片段 那電影中剪掉的片段 肯定如果買燃光片的時候可能有 那那個剪掉的片段其實很有趣的是 在剪掉的片段裡面有幾個是 就是兩個男主角的私下相處的畫面 會讓兩個人的情感更為明顯 然後他們兩個的愛情的那個狀態 是一種你拉我扯的狀態 一開始我懵懂你明確 到後來我明確了 但是他卻又想要逃走 那兩個人對於未來對於那個價值觀 到底可不可以大聲的說出來的這件事情的拉扯 其實在現在的影片裡面 關係是在一直處在一個極大的張力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再回來我們今天講的這個成長的主題 把它扣在男同志的 或者即使我甚至覺得 刻在女心裡的名字之所以這麼的成功 很多女不是男同志的人看了 也都哭得只劇過來 我記得那一年金馬獎的放映現場 有一個朋友他是看了43次 他在戲院已經看過了 然後後來影展放映 然後因為兩個人就是引人都會到現場 然後他來他就衝到前面說想要簽名 我們就當他 他就說我已經看了43次 這是我第44次 你不能通融嗎 我說不好意思請往後 但是就是他的 然後他是一個看起來就像高中女生那樣子 那我覺得他可以打動的人是 這兩個男主角 你可以替換成兩個女主角 或者是一男一女 那個情感本身是真的 也就是說回到這個片的成功 然後就像崔永明自己講的 他想拍的是一個關於愛的故事 關於那個時候受到各種禁忌跟限制的愛 所以他也可以不是男同志的 也可能是你曾經發生的初戀時候 曾經受家裡的或學校的 或你跟他心意沒辦法肯定的彼此的試探試戀 到最後終成一場空的那樣子的一個遺憾 那個東西才是最美的 所以我覺得這部片再回來 我們一直在講同志電影同志電影 其實同志電影在這幾年的台灣電影發展上面 他已經去除掉同志的這個標籤了 而把同志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他就是電影中的一個元素而已 而不是很特意的就是說 而我就是要拍一部同志的討論同志的電影 那這個去標籤的話對我們講是個喜事 因為我們不再以所謂的鬼去看待同志了 這樣子在電影裡面才能夠去標籤的話 那再來就是大家如果有機會可以跟 關於我跟變鬼家人的那件事來做對比的時候 你就看到去標籤化之後更重要的是 標籤可以拿來把玩了 就是標籤去了我不再害怕被貼標籤了之後 那這個才是所謂的正常了 就是女性主義爭權爭到後面 我們要的就是權利 我不是要你給我保障你的 我要我們有平等的權利 那同志的標籤爭到後來就是我們一樣可以結婚 我們不要有特殊待遇 你可以擁有的我也可以擁有 那接下來你可以開的笑話我也可以開 所以我還滿喜歡鬼家人這部片的原因是 他替每個人貼標籤 他替壞人也貼標籤 鋼鐵直男的那個死樣被貼標籤 警察也被貼各種標籤 就是說所有的政治正確或政治不正確 都被拿來可以變成一種影像娛樂的元素的時候 那個我覺得才代表著 我們大家其實沒有任何戒懷了 那接下來你需要挑戰或衝破的那個反例 就不在這裡了 而可以是更廣更遠的 那我想我們就分享到這邊 謝謝 那詩老師我們要補充結尾的 沒有 我大概就是稍微兩句話回應一下 就是關於剛才談到的那個偏見 還有標籤去標籤話 或者我剛剛講的翻轉標籤都有問題 其實我們還是會回來這個鬼家人這部電影 我覺得這部電影它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我談到的就是那個鋼鐵直男對鬼的一種 戒備跟歧視 可是它這裡面其實還來另外談到一個問題 這鬼其實本身它對這個鋼鐵直男也有戒備的 所以它一開始它就會很酷手地去創造各種遺願 然後站在它旁邊跟它說你要幫我完成遺願 你要幫我去淨灘啊 肚子地球暖化啊 你要幫我再問那小狗狗 你要陪阿嬤吃飯 沾掉手機等等 色情影片等等等等 然後它就是把它搞得這樣子人養馬翻 因為它就是被鬼控制了 可是呢 最後在一個關節點上面 它突破了這個鬼的心房啊 就是 它說其實你的遺願就是 是什麼 跟它真正的男朋友結婚 對 然後它說你怕家好不想跟你迷婚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就是剛才談到偏見 它其實是鬼對人或同志對非同志有偏見 然後非同志對同志也有偏見 這裡面這個溝通 其實理解才是一個溝通的開端 那從這裡去談 剛才袁林老師也提到說 現在同志電影它其實拍攝了一個傾向 就像剛才有講到一部電影 它的一開始是談愛的電影 然後其實這才是談同志的電影 我覺得鬼家的這部電影 它其實最後要談的東西呢 其實也是包容很廣泛的 包括這個愛情的問題 那愛情它裡面也有異體性嘛 就同婚法過了之後 這樣子的異體性 那除了愛情之外 它也談到友誼的問題 然後也談到親情的問題 那我們就不要在那邊爆雷爆太多 那我覺得這個每一個層面 它其實談的都是一個非常廣的一個成長 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話說回來 這部電影裡面 許光漢被林柏宏附身之後 那段深夜裸舞的片段實在太精彩了 然後他又創造了一個金劇 就是剛才有演員 然後那個不敢相信 那個演員反不出現 那這部電影雖然輕鬆好笑 但是還是很值得回歸的 竟然已經拿到那麼多金馬獎題 入圍 所以同學有機會去看一下 這就是我們今天談的 整個很廣泛的 不管是關於家庭的 關於少年的 關於兒童的 或者是關於同志的 成長的方方面面 我們就結束在這裡 在這裏 在這裏 中文字幕提供